熱點透視帶您來透視的熱點 就是疫苗打越多越好嗎 我們看到國內還沒有開放新冠疫苗混打 不過有一名男子 利用自費出國以及公費的方式 在三個月之內成功混打AZ BNT以及莫德納這三種的廠牌疫苗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疫苗跟藥物一樣 並不是越多越好 同時也強調國內健保系統完善 未來會減少這種狀況發生 而雖然有醫師認為 施打三級疫苗抗體濃度 確實可能會比施打兩劑還要高 但是混打疫苗還是得考慮 恐怕有急性副作用 目前還都缺乏科學佐證資料 另外出國施打也可能會增加染疫風險 全副武裝到機場櫃台報到 旅客風出國打疫苗 沒想到還有人因此成功闖關 混打三種廠牌疫苗 一名男子透過北部醫學中心 開立診斷證明 上頭記錄他第一劑接種AZ後 接著又打輝瑞BNT和莫德納疫苗 成為國內第一人 疫苗跟藥物一樣 不是吃越多越好 他要剛剛好 那貿貿然然的自以為走了很多的漏洞 打了很多 對身體絕對不會是好的 這名男子四月二十一號在國內以自費方式接種AZ疫苗後 間隔約七週六月十一號出國再打BNT 三週後由於國內不知道男子曾在國外接種疫苗 七月二號又依照年齡排序公費幫他注射莫德納疫苗 男子順利三魂打 不只凸顯國內登陸系統有疏漏 跨國查核機制也不夠完善 現在大部分的都已經把這個事情做好了 所以未來這樣的世界應該會越來越少 國外打疫苗的部分不太容易查了 這種東西都靠自己據實以告了 而醫師認為施打三劑疫苗 抗體濃度確實可能比施打兩劑還高 但混打還是得考慮恐有即興副作用和其他風險 男子三個月內混打ABM三種疫苗 對身體可能造成的影響還缺乏科學證實 且國內也還沒有開放混打疫苗 提醒民眾別以身釋法 記者綜合報導